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每一位选手念完名字以后 他会给你一个30秒的自由活动时间 你30秒之内一定要站在你的启华的位置上 否则超时会扣分的 之前说到韩国的选手 他可能第一个想到是静眼儿 对 对吧 其实出来的时候和这个 其实静眼儿是代表韩国的 对 就是整个 对韩国选手 所以就是说可能 这个刚刚起来说也会给别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实刚才其实是和林恩秀的给我们感觉也差不太多 对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土耳星巴依瓦 又随着 但是就是习惯其好使啊 对 刚才其实感觉有点外翻了 中心偏厚 然后及时的调整回来了 这其实就是个子矮的好处 它重心矮 它能挽回来 这个跳降极了 整个可能会给它降到两周了 我们在大屏幕看到的热身 你知道这个实力强劲的选手 可能在这个基础分值这一块 其实不用去多比 要比的话 可能就是拼只有一只 对 因为其实高选手的最后的配置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看谁表现出来的 呈现出来的好 就像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 就算是我们平时在做考卷的时候 这个前面的小鸡全拿下 拼就是拼后面的大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它的步伐已经达到了四级 对 唯一可惜一点的就是他刚才的那个 吃不辣子 如果要说那个完成的话 它分支应该是会划出它最好的一套 但是在目前的这个分支上面 已经是超过了刚才登场的联合秀 对 我看到了他三个三个旋转都给他达到了四级 而且他的这区步也达到了四级 是 他的软肋基本上都是最高配了 对 就是看得出来托尔辛巴耶娃本来人就很瘦 又穿着一身黑色的比赛服就会显得更瘦 我就总感觉他是一个青少年牵手 哦 是是对 对 对你看他你看他起跳的时候 其实重心也跟倒了 对 但是这个时间就是偏谁脚下狠 是 你看刚才这一下 其实我我们直观看的话 他那个可能我的角度会有一点变差啊 我看裁判给他减了一点一点一点七七 对一点七七的话应该是没有没有给他降机 这个这个对收的很干净 这部扫架这部托做的很好 其实规定的动作只要做就可以了 没有没有这种行动顺序的这种 没有没有他就是这七个动作 你只要在两分五十以内完成 所以说这其实和选手的 这个其实就跟套路了 对 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套路啊 可能会先适应一下这块场地 做一些稍微可能自己把握比较大的动作啊 把一些这种类似的像我后外点的这种三动跳舞 这些动作放到更偏后一点 这种对就看自己的个人能力 是啊 看到创新818得到六十九点二十四分 其实今天好像真是几位选手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没有一套可恋的动作 对 和他们在市井赛当中的这个得分 其实相差还是挺多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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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